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继续为您解读俄乌战争局势 前几天俄罗斯发生了恐怖袭击后 普京发表了很多次的演讲 分析人士从这些演讲中注意到 普京的有些措辞非常的微妙 似乎要对乌克兰进行战争升级 而大举进攻乌克兰的奥德萨和哈尔科夫地区 并把占领这两个地区作为战争的转折性战果 有可能以此逼迫乌克兰上谈半桌 据各种消息来源称 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奥德萨和哈尔科夫地区 进行疯狂的空隙 其目的就是提前为地面进攻做准备 扫除障碍 据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在电报频道上的报道 由于奥德萨和哈尔科夫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局势 日益的紧张 哈萨克斯坦驻乌克兰大使晚强烈建议 要求在奥德萨和哈尔科夫这两个地方的公民尽快撤离 这说明那边的安全形势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显然乌克兰的奥德萨和哈尔科夫州 对俄罗斯来讲就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奥德萨是乌克兰唯一的出海口 如果拿下奥德萨 乌克兰将成为内陆国家 如果拿下乌克兰的工业中心区哈尔科夫 那么乌克兰被去工业化就成为落后的农业国了 这样乌克兰人就别想过好日子了 毕竟俄罗斯见不得别人过富裕的好日子 他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 谁也别想比俄罗斯过得好 这样就能够彰显俄罗斯的制度和文化自信 否则连俄罗斯人都有样学样 对这个国家怎么统治下去 同时乌克兰跟俄罗斯原来的本土 仅有的交接 就在哈尔科夫那一段 如果说哈尔科夫被俄罗斯占领 乌克兰就跟俄罗斯有了一个缓冲区了 这就是普京经常不断唠叨的要建立缓冲区域 卫生区的原因 然而乌克兰会让他得逞吗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波多利亚科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表示即使前线的形势很困难 但乌军还是夺回的阵地 多于失去的阵地 如果俄军向哈尔科夫进军 那将成为他们的致命城市 在二月和三月 俄军在哈尔科夫·库布扬斯克战场 损失了570辆坦克 约1430辆装达车 680个火炮系统 64个防空系统和约两达飞机 这些装备和步兵不再威择哈萨克斯坦 波罗的海国家 波兰和芬兰这些被普京 视为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国家 正是对苏联复辟的痴迷 以及对乌克兰的强烈仇恨 才是普京神经制行为的关键动机 这完全排除了充分性和谈判性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乌克兰就摧毁了一支 比许多国家军队 还要强大的黑海舰队 因此我们再次拒绝 对胜利可能性的怀疑 在炮弹防空系统和导弹短缺 俄军则拥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 乌军尚且能够做到坚守防御 给俄军造成巨大损失 如果援助迅速到来 将确保战争出现不同的结果 乌克兰将会获胜 这将关系到整个自由世界的 前途和命运 另外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 3月29日消息报道 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 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及俄军准备攻占哈尔科夫 作为战争的转折性战果时候表示 不可能忽视任何有关俄军准备 进攻行动的信息 包括西方媒体报道的 对哈尔科夫袭击新威胁的评估 西尔斯基强调 我们去年设法设计了敌人 解放了哈尔科夫的很大一部分 就在那时 俄军在前线发生了大规模的崩溃 如果俄罗斯人再次向内力转移 哈尔科夫将成为他们的葬身之所 据悉 日前西尔斯基还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 将在东部战线防御的乌军 一百国土防卫旅 晋级为第一百机器化旅 因为乌军一百国土防卫旅 在东部前线一年多的时间里 在巴赫木特 库普扬斯克 西尾尔斯克地区 成功执行了各种的战斗任务 目前该旅正在克里米纳南部作战 在此期间 该旅没有放弃任何一个阵地 也没有后退一步 2023年7月28日 该旅旅长鲁斯兰特卡丘克上交 被授予了勇气与英雄寻章 也就是说 俄军国土防卫旅 已经晋级了 是完全可以承担主力旅的职领了 西尔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不再需要动员50万人 因为通过审查 并调整了军队的内部资源 并明确了各个单位的 武装部队的战斗方向后 需要动员数字显著减少 目前 乌军正在对某些不参与敌对行动的军事单位 进行数字统计 并将其中的志愿者派往前线作战部队 这使一些军事单位 能够释放数千名的军事人员 并将他们派往作战部队 当然 不否认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中 都有一些人员不参加作战行动 而是提供作战部队后勤保障 这些工作同样重要 毕竟一场现代战争也是一场消耗战 后勤战因此 后方部队的粮食和弹药供应系统 维修单位 医疗机构等等的效能和作用不可低估 希尔斯基还指出 那些在动员后参军的公民 不会立即前往前线 他说除了非常特殊的例外 例如当一个人已经有战斗经验时 而绝大部分人 都会先到达军事训练单位和中心 截至今年2月 接受此类训练的人数 达到了动员总人数的84% 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 才能派去补充战斗部队 恢复战斗力 根据吴总参的统计 截至目前 俄军检员已经突破44万 据RBC乌克兰3月3日 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报道 俄罗斯每月正招募约3万名新兵入伍 这使其余能够弥补损失 并继续对乌坎战争 据俄第三方机构媒体中心统计 战死的俄罗斯士兵 很多来自贫困的地区 在所有地区中 位于南部边境的 库班地区的扑告数量最多 达到了1839人 相比之下 在人口最多的莫斯科地区 仅有500名阵亡士兵 主要是贫困地区人口 比胜为的宝 莫斯科等富裕地区的人 更容易满足 更能忍受苦难 并驯服听话 同时由于这些老少边球地区 人口密度低 在强制动员时候 不易出事 既是很难形成大规模的 社会抵抗运动 因此不会对俄罗斯的稳定 造成太大的威胁 这就是俄军伤亡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某人还能不断地给战争加码的原因 这在西方国际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3月30日 援引德美世界报消息报道 德国总理朔尔茨 在复活节驾击之际 再次以德国的安全利益为由 确认了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朔尔茨在讲话中 回顾了公正和平的条件 并呼吁进一步的支持乌克兰 他说 没有自由的世界就意味着压迫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因此只要有必要 我们就支持乌克兰 争取公正世界的斗争 我们都在为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努力 中东和乌克兰人民也只想要和平 他特别强调说 几十年来欧洲的和平一直基于一个核心原则 边界不能通过武力移动 但现在这个原则没有了 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 违反了这一原则 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3月29日 消息报道 来自德国绿党的副总理 经济不大 哈贝克接受德美法兰克福报 采访时批评反对向乌克兰 转让德国金油座导弹的人 要求他们反思一下 俄罗斯的目标不仅仅是占领乌克兰 还寻求破坏世界自由民主的稳定 哈贝克说 我们不应该怀疑我们正在将和平 置于威胁之中 威胁和平的是普京 那些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 就是那些死在他手中 任何人都不应该利用这种情况获利 并且我们不应该为此互相指责 他是否正在笑看我们 对援助乌克兰的争论 3月30日 法国议会议长 亚埃尔布朗 评为在奥德萨与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 鲁斯兰斯特凡丘克 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司令 奥莱克西 内内啪啪 当地官员和记者举行了会议 他说 尽管一些政界人士发表了声明 法国议会 仍然支持总统对乌克兰的援助 特别是不排除将乌克兰派遣军队 法国将向乌克兰派遣防空导弹 装甲车 就报道 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 勒克尔努3月30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作为新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法国将向乌克兰交付一批A30防空导弹和数百辆装甲车 以应对乌克兰的防空短期问题 该系统相当于法国的美国爱国者导弹 是目前乌克兰最需要的装备 勒克尔努说 我们也在很短的时间内 开发远程操作弹药 以便在今年夏天将它们交付给乌克兰人 罗马尼亚军备制造商 为乌克兰提供了大批的军备支援和后勤维修 武器产量翻两倍 工厂实施三万日 退休的技术人员 又回到了装备线上支援 为了产能供应乌克兰 由新工厂即将开幕 将强化生产和后期能量 比利时拨款一游元 用于维护乌克兰F-16战斗机 比利时联邦部长会议今天批准了此类援助 乌克兰已开始接受更多德国猎豹地空导弹弹药 德国图片报报道称 猎豹在对抗沙克的无人机方面表现得特别好 但它们的射程有限 因此不能有效对抗火箭弹 近日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南部奥德萨之际 在他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话中 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国会传达一个严厉的信息 给我们阻止俄罗斯攻击平民设施的武器 泽连斯基强调 乌克兰不打算使用西方的远程飞弹 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但需要射程达300公里的飞弹 来瞄准克里米亚 从而减轻来自该方向的空中威胁 由于俄罗斯战机从克里米亚机场发射了高精度的飞弹 对奥德萨和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了攻击 只有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 300公里版本是解决方案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主席查尔斯·布朗的回应则是 向乌克兰供应远程导弹 导致战争升级的风险 布朗指出 俄罗斯对最近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一系列袭击的反应来看 是相当克制的 这使得五角大楼可以调整 对由于发射陆军战术导弹 而造成了升级风险的判断依据 炸了俄罗斯本土这么久都没事 移交个导弹会有什么风险呢 美国这批领导人什么德行啊 如果冷战期间 个个都这样输的就是美国了 倒是退役的美国人还有点血腥 退役中将本霍奇将军表示 我们花太多的时间担心俄罗斯人可能会做些什么 实际上我们应该让他们担心我们有能力做些什么 当然不否认拜登的民主党对此的回应应应该是积极的 关键是现在的特朗普共和党这边了 显然这边根本没有什么松动的余地 正如美国专家阿米利亚格拉瑟说的 美国众议长约翰逊为讨好特朗普将数千万乌韩人的安全扣为人质 据乌韩独立通讯社3月29日消息报道 美国专家阿米利亚格拉瑟和马西肖尔在美媒CNN中钻文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强大的盟友之一的美国众议长约翰逊 阻止了众议院对援武法案的投票和支持 这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乌韩人的安全被无视 作者称俄军近期加大了攻击强度 由于没有新的帮助到来 美国已经有效切断了对乌韩人的供应 防空系统的弹药很快就耗尽了 几周或几天后他们就会用完 终于赞扬普京的特朗普的忠诚下属约翰逊 在乌克兰扣押了4200万人作为人质 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3月29日消息报道 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媒CBS采访时表示 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乌克兰不仅需要生存 还需要变得更强 他说我希望美国国会现在不要停止提供帮助并投票 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必须活到美国大选 我们每天都在生活 每天都有人要保护 我们每天都在失去人民 因此说实话 我们必须生存 我们不仅要生存 而且我们必须比俄罗斯强大 因为我们都相信我们国家的胜利 我们别无选择 谁将成为总统是由美国人民选出的 我们相信 无论是谁 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政策都不会改变 泽连斯基认为 如果乌克兰遭到袭击 本月也受到威胁 因此美国国会不仅需要拯救乌克兰人的生命 还需要拯救美国的未来和家庭 确实 有美国的支持 乌克兰会赢 没有美国的支持 乌克兰就会输 但某些领土不会一天就失去 他也表示 美国对我们袭击L厂的反应并不积极 但华盛顿无法限制乌克兰 部署自己的自制武器 我们用无人机 没人可以对我们说你不能 看来 泽连斯基对那些只知道给乌克兰画红线 却不肯将武器交给乌克兰 以遏制俄罗斯的人 已经出奇的愤怒了 3月31日是基督教复活节 泽连斯基祝贺乌克兰人和所有基督教徒 复活节快乐 并祝愿乌克兰人度过一个平安的复活节 乌总统泽连斯基还在复活节期间 悼念在基辅地区被占领期间丧生的乌克兰人 两年前2月27日 俄罗斯人进入了布查 在布坎斯基地区被占领的33天里 犯下了9000多起战争罪行 1400多名平民被杀 其中包括37名儿童 他在演讲中说 尽管我们可能信奉不同的宗教 但我们对自由有着共同的信仰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传统 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渴望保卫我们的祖国 我们在不同的日期庆祝节日 但这一天对每个人来说 将是同一个日期 为乌克兰和整个自由世界 这将是我们的胜利日 一个共同的日子 这是不可避免的 胜利是为了光明 善良 正义 是生命的胜利 这一切都有主的复活节来象征 复活节快乐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工作 节目最后 恳请宽宜的朋友 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 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呢 因为俄乌话题 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荒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 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可以扫 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 进行打赏 在此 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赏